上集说到无耻邻居拦在路边不让拉火 却被我一招置得很不贴贴 结果他依旧死心不改 还在周沈那里往我家身上泼脏水 过好日子就要脚踏实地去挣钱 不是歪门邪道 这是我还就管定了 别别别 别冲动啊 赵氏假惺惺地拦了两句 周沈从自己的布袋里面 拿出了一条肉 这是干什么 我女婿给我买的猪肉 我吃不完的 给他们送一条过去 日子过得这么好 哪里要你送 赵氏酸溜溜地说 周沈拿着肉走出去 也不再管赵氏 他心里担心那俩母女 蓝尾炎看到来人 有些激动 他混账的那些日子 周沈没少帮陈前兰 结果正要上前 周沈却大声呵斥了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 把刀给我放下 蓝尾炎愣了一下 看到手上的刀 顿时笑了笑并解释说 周沈 我打算去切一片冬瓜 包个冬瓜汤 正好我这里有一条肉 上面有一些排骨 你可以剁下来去做汤 周沈不用 我们家有猪肉 周沈哪里信啊 光棍都有可能 唯独他怎么有钱 买得起猪肉呢 陈杰兰正好抱着炎炎出来 把奶粉给孩子泡上让他喝 周沈更是震惊 这款奶粉 就是我女儿 想买没敢买的那个牌子 进口的奶粉很贵的这个 怎么他们家会变化这么多 周沈想起了赵氏说的话 你有什么困难 就跟沈子说 沈子虽说不挣大钱 还有一些积蓄 可以帮你度过难关 蓝尾炎看着周沈 知道周沈也是误解了 就解释道 周沈 我没有走外门邪道 就是买卖一些蔬菜水果 赚点差价 周沈 你等着呀 我马上收拾收拾 就帮你去打扫 陈杰兰以为周沈 是来叫他帮忙的 杰兰 怎么回事 他现在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陈杰兰就把最近的事 跟周沈好好说了说 这孩子 愿意浪子回头 能去挣钱养家 在家里还肯干活 这是你的福气啊 我也挺开心 他有所转变的 就是不知道能持续多久 两人的谈话 都被一旁的兰尾炎听见 他知道现在老婆 对他还是不放心 一步一步来 一定能让自家媳妇 彻底对他打开心扉的 然而第二天 兰尾炎就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陈杰兰出事了 第二天早上 炎炎第一个发现 陈杰兰出事了 妈妈 妈妈 炎炎肚子饿了 陈杰兰躺在旁边 再也没有理会炎炎 炎炎这才感觉出来不对劲了 就急忙跑出去 大声喊了起来 爸爸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哪里可着了 爸爸 妈妈不会动了 什么叫妈妈不会动了 兰尾炎整个人如遭雷劈 抱着炎炎推开门 然后自己赶紧过去查看 陈杰兰脸色苍白 整个人蜷缩在被窝里 一脸痛苦 杰兰 你怎么了我 被你去卫生院 你别管我 你就带好炎炎 让我好好睡一觉 没事的家里看病的钱足够的 实在不够 我问惠明百货提前去结账 你不用担心医药费的问题 不要 他以为佳兰是害怕家里没钱 所以不愿意去卫生院 爸爸去找周奶奶 上次妈妈这样 就是周奶奶帮的忙 周婶这几年帮衬着陈杰兰 对她的事肯定比她了解的多 于是急忙跑到周婶家 周婶 杰兰出事了 你快去看看 什么事啊 是不是你们小两口闹矛盾了 陈杰兰这个人性自去 饿死都不会开口的人 你就不能让让他 不是吵架 是杰兰生病了 听到此话周婶也是慌了 等周婶来到房间 看到陈杰兰的样子大惊失色 快去烧两锅热水 然后就别管了都交给我 烧两锅热水 让你去你就去 热水不会烧啊 还叫我浇吗 我现在就去烧 很快周婶就把陈杰兰的身体擦洗干净了 还把带洗的衣物都拿了出来 周婶 杰兰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附近十里八乡的 哪个男人在不顾家 都会在女人生娃的时候 把家里看得好好的 你可倒好 跟一帮狐朋狗友打牌 愣是不回家 你媳妇一个人大着个肚子 要不是你赖伯伯听到了声音 你这媳妇和宝贝女儿早就一尸两命了 听到此话 蓝伟严心里充满了对母女的愧疚 周婶欠你的恩情 我无以为报 以后你看我的表现 周婶知道她最近改好了 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等周婶离开后 她知道家兰是因为生孩子落下的病根 需要精心调理 于是她准备杀一只鸡给家兰补补身子 家里的鸡舍布的杀 是陈杰兰的心头肉 苏晨便拿了钱 高架问胡子买了一只 杀鸡的时候鸡扑腾的声音 惊醒了陈杰兰 她匆匆披了一件外套就出来了 探亲状况大喊一句 你放下我的鸡 是不是要杀了这只鸡 你身体虚 我合计着给你炖一只老母鸡 正好山上弄了点中草药 一起炖了给你吃 不行 不能吃了我的鸡 它每天都会生蛋的 这只不是你养的鸡 是我去胡子那里买的鸡 你的鸡还在笼子里面关着呢 那不眠不节的 吃老母鸡也是很浪费的 不要杀了一起关笼子里去吧 这鸡就是给你补身子用的 你管什么年节干什么 以后只要你来试 我们家就过节 兰尾炎这回很霸气 愣是把陈杰兰轰回房间去了 陈杰兰虽然插不上话 可脑子里全是刚刚的沉默 陈杰兰活了22年 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甚至在那些会吹牛的婶婶嫂嫂那里 也没有听过 陈杰兰心里暖暖了 爸爸 爸爸好厉害 鸡杂面实在太香了 肯定很好吃 陈杰兰看着炎炎那夸张的小表情 一下子就笑了起来 看不出来 你还有拍马屁的天赋 爸爸 什么是拍马屁 拍马屁啊 就是夸奖别人 那我拍马屁的天赋 是随爸爸还是随妈妈呢